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这一些形体关窍的变化来推测圣的功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也就是我们讲到的争断的时候应该是士气外隐以知其内障 士气外隐以知其内障 所以我们讲到的心肝脾肺胜五大系统 这五大系统当中它主要的是五脏的功能 我们讲的很详细 在理解这个过程当中希望大家要注意 脏与脏之间的一些关系 脏与脏之间的关系要注意 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另外一大部分六腑 六腑的功能相对于五脏来讲 它显得相对叫简单一行 功能叫简单一行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六腑之一的第一个胆 胆位于哪里呢 位于右斜之内 常常讲胆是腹与肝之短夜间或者讲胆腹与肝的第二夜间 它的形状像一个选择的一个瓢一样一个狼状的这么一个器官 所以讲它胆腹与肝就是这样来的 比如说灵书本书篇讲胆为中精之腹 中精之腹就是讲它装的是精之 精之也就是胆之 千金药方也讲胆是中清之腹 中清之腹也是告诉我们它里边装的是胆之 这个胆之正常的状况下 颜色呈现一个黄绿色 是清亮的黄绿色而清亮的 难经三思五乱又称它为叫清静之腹 清静之腹 所以我们讲胆呢它有很多的称谓 中清之腹 中清之腹 清静之腹 都是指的这个胆 都是指的这个胆 因为我们讲到它的这个形状像一个狼状的 像一个狼状的 所以又称它为叫胆囊 胆会有什么样的功能呢 好我们来看胆会有什么样的功能呢 胆的功能 主要是铸成胆汁和排泄胆汁 我们讲胆的生成是依赖什么来生成的 肝 受肝之与其而成 就是说肝气的一部分来生成了胆汁 为什么胆能够注成胆汁呢 因为胆汁的生成是源源不断的 不间断的 但胆汁的排泄呢 是间断性的排泄 所以这样就是胆就一个注成胆汁的功能 注成胆汁的功能 然后在甘的书写下 胆汁注入肠中来参与了消化 参与了消化 那还有一个讲胆主决断 胆主决断 这个决断它的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判断决定 也就是它与肝的蒙力是相对而言提出来的 因为肝长血 血液是思维的一个主要的物质基础 肝阻蒙力是讲的肝与思维 蒙力是有关系的 因为跟它长血有关 但是呢 当你思维了之后 你要做出一种判断 到底是做还是不做 这一种判断 它需要 以前讲的是一种胆气 你要有胆量 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 要靠阳气的支撑 因为我们前面讲了肝是体阴的 对不对 它为一个阴血之战 那内经上的理解就是说 它没有办法来决定 做还是不做 它要靠阳气的支撑 胆为阳府 胆主少阳春生之气 所以这个决定要靠什么来做呢 阳气支撑来做 靠胆来做 这个就叫胆主决断 这个是它的原意 所以我们讲 你有没有做这个事 你有没有胆量 那个时候都提到 对不对 我们现在都讲的 你有没有胆量来做 那就是指的 那就是指的 它的这个决断的能力 你胆大还是胆小 也是指的 它的这个决断能力 这个是指它的原意 延续下来 所以现在在我们的说话 语言当中都有了这么一些词汇 但在这个基础上 把它后世瑜伽隐身了 隐身出来就是说 胆对于防御或者消除 某些精神刺激 胆对于防御或者消除 某些精神刺激 调节气血的运行 确保脏气功能之间的协调平衡 有一定的作用 这个作用 我们就称它为叫一种 决断的能力 比如说当有情质刺激来了 不是说有一点情质来了 你郁闷了或者怎么样 你马上就出现病变了 不是 记忆体它会有很多的调节机制 那么胆的这个决断能力 是其中的一个调节机制 就是说它可以防御消除 某些精神刺激 来确保脏气的平衡 气血的运行 它有一定的作用 这个作用我们称它为 叫一种决断的能力 决断的能力 还有一个胆的特性呢 仍然遵循了六幅的一个特点 主通降 以通为用 以降为何的 主通为用 这个是我们讲到的 关于胆的功能 就是著存胆子和排泄胆子 还有与人的决断能力 是有关系的 那下面呢 我们要讨论一个问题 前面我叫大家放一下 胆为什么又放在了六幅 又放在了齐恨之腐 对不对 为什么要这样来放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讲胆又为齐恨之腐 又为六腐 原来对他的这个 有一个解释 有一个什么样的解释呢 他认为胆呢 与腐有相同的地方 比如说胆中空 中空 而且呢 他以通降为用 他的特性是以通降为用 就是说中空 必须在通降的状态下 胆子才可以 注入肠中 参与消化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就把胆 放在了 六腐当中 那为什么又把它放在了齐恨之腐呢 认为胆呢 跟六腐 又有不一样的地方 它有哪些不一样呢 六腐 胃啊 大肠 小肠 装的都是水骨 对不对 装的水骨 胆里面装的是胆 胆子 胆子又属于精之 所以称它为叫中精之腐 清静之腐 那这一点呢 好像他跟其他六腐说 装的东西不一样 这个是一个 还有一个 认为胆呢 注成胆子又排泄胆子 它是又泄又长 然六腐呢 是泄而不长 认为他跟六腐好像又有点不一样 还有第三个理由 胆主决断 跟神之活动有关 所以基于上述三个要点 又觉得他跟六腐不一样 又把他放在了齐恒之腐 什么叫齐者义也恒者长也 就是说他不同意六腐了 这一些方面又不同意六腐 又把他放在了齐恒之腐 但是我们认为 胆就应该算六腐 应该算六腐 不应该算在齐恒之腐里边 我们认为是内经在写书的过程当中 他说胆围齐恒之腐 建于同一个篇章 建于数问的刘维子 大论的同一个篇章当中 同一个篇章当中建到 可能是在写书 因为这个内经是 很多一家几经编撰而形成的 几经编撰而形成的 可能是在写的过程当中 它是一个笔物 一个笔物 我们认为这个笔物 比如说齐恒之腐 老水古脉 这个版应该写成一个卵 写错了 写成了胆 应该写成一个卵 为什么呢 我们有这么几个理由 比如说第一个 你认为胆里边藏的是胆汁 没有受损水骨 要放在齐恒之腐 那我们认为这个胆汁 它主要的功用是什么 参与消化 对不对 胆汁主要的功用 仍然是在帮助胃藏 参与了食物的消化 还是在参与食物的一个变化 水骨的变化 所以它的功用 它不是跟脑水 跟血液 这些作用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一个 还有你认为胆又泻又长 那请问膀胱是不是又泻又长 是啊 对不对 因为胜生成的料 也是源源不断的 你排泄小便 也是有时段的呢 我们也讲膀胱 有除料跟排料的作用 那为什么你不把膀胱 也放在齐恒之腐呢 这个说不过去 那还有一个呢 你认为胆跟绳次活动有关 实际上六腐 跟绳次活动都有一定的联系 比如说在灵状中很常见的 胃肠道的功能紊乱 比如说肠梗阻 或者肠流转 肠道的肿瘤是大便出不来了 毒素水平增高了 体内的毒素水平增高了 它也会影响到神经系统的 有一个老人 他因为解不出大便 然后呢他就听别人说 听别人说 吃了那个鹿绒精 因为鹿绒精打的广告 好像可以增强免育力 什么都治 因为他不是学医的 他也搞不清楚状况 他只是看那个广告 觉得鹿绒精好像很好 他因为经常解不出大便 他就去吃那个鹿绒精 但他是一个阴血不足 引起的一个便秘 就是无水不能行舟的这种状况 他吃了鹿绒精 鹿绒精是怎么 壮痒的 对温痒的 越吃便秘就越厉害 所以有一个礼拜 他解不出大便 然后腹部也很脏 大便又出不来 他就影响到精神的一种障碍了 影响到神经系统 就是西奖的毒素出不来 他会对神经系统产生影响 我们讲后来精神障碍 他就去那个百花大桥 就是气阳宫那个上面百花大桥 跳下去 跳下去刚好有人看见 然后就赶快这边打摇 有人上去赶快把他救起来 救起来 问了半天 就是因为大便 所以我们讲实际上 他都会对神经系统产生一定的影响 比如说那个原来我们学校有一个留学生 三生千章日本过来的学中药 那他也是因为影响不习惯便秘了 便秘了后来大便出不来 他就要吃那个什么 吃那个萝卜 红皮的那个大萝卜要生吃 然后他大便才能出来 夏天那个不是他产的季节 那个季节在冬天产 我们都知道对不对 那夏天哪里去找那么大的萝卜 然后是红皮的 那个时候还没有含过的那个白皮的萝卜 过来的时候 所有的留学生啊 还有班上同学都帮他到处去买那个萝卜 买不到 那他就那个大便结了很久 后来就也是出现了神字问题 精神不振 然后人就晕晕乎乎的开始说胡话 实际上就是读书水平高了 所以后来又送到妇院 妇院就决定怎么样做 用了大陈鸡汤 工业供不下来 钢肠科的戴上纸套 钢周的给他抠出来了 但是纸伸不进去的上面出不来啊 开射路也打了 就把钢周的一起出来了 上面的也出不来啊 那找外科 外科说我不做 没有哪一个动手术去取大便的 这个没有办法 后来还是又推到 把这个皮球又推到内科 因为他神字已经有点问题了 最后还是用了大陈鸡汤 叫他放凉了 喝 不要热喝 放凉了 频频的附用 出来了 所以我们讲的 你要说因为 胆跟神字活动有关 实际上整个未尝道 他都跟神字活动有关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 你要把它放在 其衡之府 好像觉得很牵强 为什么我们说 这个其衡之府 应该写成一个卵 不应该是一个胆呢 因为我们讲 有三条经脉 是起源于子宫的 充脉 任脉 独脉 对不对 女性有子宫 男性没有子宫 男性起源于哪里呢 男性也有充脉 任脉 独脉呢 好像 就是内经之后 很多医家都不提这个事情 你不提 不等于说它不存在啊 它也存在啊 所以我们讲 这个写成一个卵的话 它实际上这个卵 符合其衡之府的 一个功能的特点 因为其衡之府 藏的是阴晶 对不对 还有呢 它跟这个生殖系统 这些有关系 我们讲 这个卵呢 就表明了 男性的金氏 这个金氏就与 就是高丸 富高 前列腺 金郎 整个在一起的 那么这样就解决了 充脉任脉 独脉的一个归属问题 也解决了胆的一个归属问题 所以我们认为 它这个是一个笔物 它应该写成一个卵 这个实际上 在这方面 我们也看到 有很多 也在报道 这方面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认为 胆呢 应该讲 还是归在六府 比较更合适一些 符合就是它整个理论的这么一个延续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关于胆 为什么当时把它放在了两边 它应该怎么样来归属它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胆的一个病变 胆的病变呢 它主要表现在胆质的分泌排泄的障碍 还有胆的决断能力降低 胆的病变 主要表现在胆质 分泌排泄障碍 胆的决断能力降低 主要表现出这么一个病变 第一个我们来看胆质的分泌 或者是排泄障碍 因为胆质的生成是受甘之于其而成 当它生成障碍排泄障碍 反过来它会加剧甘育气质 形成一种恶性的循环 症状特点主要容易表现出寒热往来 什么叫寒热往来 是指的误寒与发热交替进行 而且呈现一个没有规律性 寒热往来可以见到 绍阳的书姬不利 为什么讲板为绍阳书姬 因为板的经脉叫足绍阳板经 板居于半表 绍阳居于半表 半理之间 根据张仲景的六军传遍来讲 当绍阳它既可以通达语表 也可以通于理 所以居在这个半表半理之间 绍阳书姬不利容易出现 乌含与发热交替进行 没有一个规律 还有一个乌含发热交替进行 可以建立略积 略积就是老百姓说的打摆子 对 它会有一个规律性的 还有一个呢 因为胆质的生存障碍了 它本来是由于肝的功能 影响到胆 但是一旦它生存有问题 排泄有障碍 反过来 它又可以加剧干预气质的这么一个病变 加剧干预气质的病变 形成恶性循环 那它影响到脾胃的运化 因为胆质 主要是注入肠中来参与消化 帮助食物的一个分解 所以这样如果胆的生存 或者排泄有问题 它就容易影响到脾胃的运化障碍 使脾胃不能生轻 精胃不能上书 堆积起来晚复的障碍 脾胖身影响到胃不降着 会出现恶心呕吐 或者是疼痛 或者疼痛 晚复的脏满 疼痛 另外一个排泄障碍 胆之外溢 胆之外溢 它会表现出一个是口苦 口苦 还有一个可以见到黄胆 黄胆 我们前面讲过 黄胆也叫酸黄色 木黄 料黄 肤黄 全身的皮肤发黄 后面讲病因的时候 我会给大家看一个片子 黄胆像一个什么样子 我们找到的这个片子是一个肝的病变 就是病毒性肝炎 然后导致的一个肝硬化附水的 全身发黄的 因为为什么找到这个片子 这个片子非常的典型 后面讲病因的时候 我会给大家看的 这个是胆子的 分泌或者是排泄障碍 常常表现出这么一些病状 那还有一个 第二个就是胆虚决断不能 胆虚决断不能 容易出现 胆怯 当然我们讲这个人胆大胆小 我们常常说跟人的性格是有关的 性格有关 但是呢 有一种是病理性的 病理性的 胆怯一惊 睡眠很容易醒 还有一个多疑 多疑 常常别人说两句话 他又觉得别人是不是在讲他了 那这个呢 是跟他一个胆虚决断不能 病态 实际上 中医讲的胆虚决断不能 他有很多的表现 跟现在讲的抑郁症 有一定相通之处 跟现在讲的抑郁症有一定相通之处 抑郁症是一个大的一个概念 抑郁症它可以表现出很多很多的症状 很多症状 比如说有的会表现出暴失症 暴失症 也就是说抑郁的时候 好发女性当中 女性当中在青春期 什么叫暴失 到了晚上 就是在九点左右 她就控制不了那种欲望 很想吃东西 暴吃 暴吃 吃很多 一直要吃的什么 呕吐 一直要吃的呕吐 还有一种状况 就是她不停的吃 吃了之后 然后呢 女孩子爱漂亮 她又怕长胖 然后吃了 得到一种满足之后 然后她再用纸 然后又扣又把它吐出来 但这个是她没有办法能控制的 她有很多表现 还有一个就是多疑 多疑 总觉得别人对她不好 不能散拜她 那这个也是一个 所以她表现出很多很多的状况 我们讲胆虚绝断不能有的跟这个疑郁呢 是有一点相通的 有些相通的 这个是她的第二个 第三个 胆衣弹扰 胆衣弹扰就是胆气瘀解不通了 然后又跟谈奸加起来 那她形成了病症 首先有板经气瘀的症后 板经气瘀 胸漫散泰西 胸漫喜欢叹气 莫名其妙的 对 一天都是不停的叹气 不停的叹气 她是一种病态 胸漫散泰西 还有扰心神 会出现烦躁不安 烦躁不安 失眠或者多梦 另外还会渐渐有 谈灼泪圣的一些症后 舌红胎华力 或者脉玄朔 舌红胎华力 或者脉玄朔 那么这一个呢 在临床中也是很常见到的 胆瘀痰扰就是胆气瘀结了 不通了 当然它跟肝的影响有关 也有胆道本身的瘀结也有关系 本身它的瘀结也有关系 这个是我们讲的胆经气瘀的这么一个 由于气瘀它整个气机身上失常 很容易导致水月内体 容易跟谈 坚加在一起 我们就讲它是胆瘀 谈扰 这是它的第三个症后特点 好我们这节课到这里 休息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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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